大家好,我是人人宽科讲师,穆金龙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是第二代动态突破系统 这也是国外非常有名的一个系统 动态突破系统呢 它的思想是通过这个刻画市场波动率 然后同时结合使用波龙线 以及突破前期最高或者最低点的做法来进行捕捉趋势的 然后当这个市场波动率降低时 那么延续当前趋势的概率会比较大 那么在计算这个通道 比如说波龙通道或者说高低点的时候呢 那么使用回溯的这个周期速呢 我们使用减少的 使得这个我们能这个更容易的上车嘛 就是说使得开商更容易一些 那么还有就是当这个市场波动率增加的时候 那么行情可能会发生反转 同时为了这个过滤虚假信号呢 那么计算这个波龙带这个宽度 或者说区间的这个宽度呢 回溯周期速会增加一些 让它变得不那么敏感 使得开商条件相对难以触发一点 这种设置呢 使得这个 这种就是说 就是说自制性参数的这种设置呢 就使得这个波龙上下轨呢 具有一定的这个适应性 和它的所用的是 比如说你用均线也好 用区间也好 它都有一定的适应性在里面 那你要知道市场它的波动率是在不断变化的吧 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重点吧 就是说这是编写的一个重点 就是当这个策略要点的第一点 就是这个计算周期内的波动率 就是我们要利用波动率 我们肯定先计算波动率 然后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将 不好意思 然后将这个波动率呢 带入自适应参数的计算当中去 也就是说我们利用波动率呢 来达到这种 我们自己让它自己选择参数的这么一个目的 然后第三个呢 是这个多区间组合 比如说 你可以用这个高低点 你可以用布林 你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区间 比如说像这个Hans123啊 或者说或者说是reback啊 像这些还有一些就是用 呃 用自适应一些自适 像ATR这种 加上这个呃 这个今日开盘价 或者多少日以内的一个价格 它都可以形成一个区间吧 然后就是说这个 而且你还可以使用均线 你使用均线 或者说你有一些其他算 比如说抛物线 这些这都可以适用于这个波动率 然后带入自适应参数进去 是非常 就是第二代突破系统呢 它这种思想呢 是非常好的一种思想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一些 咱们的交易者和开发者呢 他会喜欢用这种自适应参数进去 因为这个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避免就是说 固定参数所带来的很多弊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开仓条件 开仓条件呢 很简单 就是最新价突破 不零上轨 且突破就先上延开多 突破下轨 突破就先下延开空 然后他的平常条件呢 是这个最新价与这个 自适应均线的死叉 然后平座 与这个自适应均线的金叉呢 平空 条件都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重点呢 不是说这个条件怎么设 其实这个条件 你如果说在视频当中 你肯定会加入一些自己的一些 要求 比如说是多少个磅线以内的高点 多少就是三根线是否突破 或者说是回车 还是他是回踩 回踩进场的 还是说是追价进场的 这些我们这些细节性的东西 我们这里不讲 我们主要是讲他的这种思想 讲他的原理 然后他的应用周期呢 这个也是因为他是 属于这种通价模型嘛 所以说就是什么分钟 小时二日线上 你都可以去使用 无外乎就是你这个 一个参数的问题 然后类型的属于CTA模型 也就是他就是说 对所有品种 他既然是自适应 他就是对所有品种 都有很强的一个普世性 那么编写平台呢 我们先从这个交易开拓者开始 然后是文化WH8 我们在这里我们平台都会 教大家如何编写的 好的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编写吧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 第二代自适应系统的 就是第二代动态突破系统的 一个TB原码 我们还是先说一下 我用的是TB交易开拓者 是旗舰版 然后你用旗舟版也不会影响 也是可以正常编写 如果是咱们的有新手的同学呢 他是刚刚学习这个 编程这个同学呢 我们教他一下怎么去建立这个公式 你在你的左侧这个栏目里面 然后选择TB公式 然后点击新建公式应用 然后输入你的名字 然后名称 然后选择交易策略模板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 然后就可以开始编写了 首先呢 Pharmas这个是参数的意思 然后Namerican是这个数值类型 然后Namerican series就是序列型的数值类型 就是说他具有时间属性在里面 他可以进行这个回测 比如说回溯 他就是比如说 你就像这个收盘价 我可以向前推一根线引用 你就这个就是序列类型 然后我们每个代码都把它标注出来吧 因为有可能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 语速有可能稍微快一点 为了大家有更好的一个学习效果 我再把这个 我们先声明第一个参数 声明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 是自适应参数的最大值 那么他目前的默认值是60 然后声明参数 那么这个是自适应参数的最小值 默认值是30 这个你随便调 这个时候我是随便写上去的 然后这个是不灵轨道的这个固定系组 有些同学的不要觉得麻烦 因为我们同学里面有很多都是刚刚接触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尽量是讲的能细一点就细一点 然后我们看这一个 现在就是有三个参数 我们已经把它声明出来 并且给它复了一个默认值 然后现在是要声明变量 参数变量 程序主体 现在是我们要声明它的一个变量 声明变量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自适应参数 然后它的默认值是20 这个你也可以随便调 但是你调整自适应参数的默认值的 这个同时你要考虑到这几个 你要考虑到这两个参数 因为后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考虑这两个因素 因为它是在一个 就是说我自适应参数 我是有上线 不是说是它 比如说一个周期里面 我不可能一分钟周期用到 用到差不多是10以下周期去操作 那不可能 因为那太短了 然后我给它设了一个下线 就是30 假如说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周线周期 我用不到一个60这么长 所以我要60以上那么长 所以我就设个最高线 就是最大取60 后面代码当中会讲解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第二个参数 那第二个变量 30变量 这个就是最新价的标准差 然后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下面这个 它是写的上 其实是昨日 其实就是相对来讲 你要输更准确一点 应该是上一根 上一根K线的标准差 然后这个就是波动率 这个就是波动率 就是变化 波动率 这个是bypart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 声明电量最高价 期间最高价 期间最高价 为了快速一点 我就把那复制过来了 到时候完整代码里会有 期间的最低价 然后下一个声明是什么呢 声明电量 声明电量 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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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线 出场线 你可以把它直接叫多头均线就可以了 因为它主要是用于多头的一些条件的判断 声明电量空头均线 市场线 然后这个是 不灵的上轨 新电量 不灵的下轨 然后这个是 不灵的中轨 然后这个是 就是这个 标准差 就是布林当中用于计算的标准差 好的后面就简单了 这个就是这个 多头的条件 这个是多头开窗条件 然后这个 这个是空头 屏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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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的话我们的参数声明和这个 参数声明和这个 和参数声明就已经全部完毕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begin and里面的主体 进入begin主体 那么 TB的它的这个程序执行模式呢 是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 也就是说代码是这样的 从上到下 一行一行执行的 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 计算 计算 我们现在我这里面填的是30 30根 放线 内的 标准差 最新价的标准差 价的标准差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计算30根 放线 放线 内的 向前 不 这个这样的标准差 不太好 应该是 上一根 上一根 放线 价格的 30 30根 放线 的 标准差 然后这就是计算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就是说它这个计算周期内的波动率 波动率怎么计算 它这个第二代动态 直升系统呢 它是 使用的是标准差来计算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是 使用的都是标准差 然后它这个就相当于是最新价格的标准差 价格上一根放线 的这个标准差 然后处理这个最新价格的标准差 这样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就是波动率 那么我们将它描述的细一点就是将它 最新价格的标准差 以上一根放线的最新价的标准标准差 相减 并且出现 最新价格标准差 那么几位 波动率 好的 波动率定义呢 就是这三行代码 波动率定义就是这三行代码 然后下面呢 这个我们就是 这个下行这行代码 下面这四行代码呢 就是这个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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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注意看我们这边的 你看这个 看它这个就是说这个计算公式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我自己粘处乘以一个1加百分比 1加百分比 因为一加波动的波动力是个百分比 1加百分比 然后 然后它这里面有个默认值 注意看我们这边设置的一个默认值是20 它并不是一个0 所以它是有素质的 它不是一个空值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这里 防止它是空值 这种计算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了它一个默认值是20 那么我们这里的复制计算就是 支持日记参数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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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率百分比 然后要对 因为有可能会出现它不是整数的一种情况 那么下一行代码呢 下一行代码就是将它这个 将这个不动力取整 对不 将这个支持日记参数取整 然后注意这里我们就遇到了我们最先生命的两个参数 就是它的这个正性参数最大值和它的一个最小值 对自适应参数的取值 设置最大值 然后最大不能大一 大一我们先设这个参数 那就是它最大值能取这个值 那么如果超过 则 就去这个值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这个是对视性30度的取值呢 设计最小值 那么最小呢不能小于 设计第二个参数 如果超过呢 设计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 这个参数的它的一个取值范围 我们就已经把它标注出来了 就是我们这个取值范围呢 也是一个安全边际的一个考虑 如果说你不设置这个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话 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模型 换句话说 你就没有办法去拿这个模型去交易 因为它会在图表上展现出很凌乱的一些 线条和信号 所以我们肯定是 我们目的不是要让它完全是 自主适应这个市场 而是就是说在一定范围 在波动范围之内 让它自动会调节一个更合理的一个参数 我们继续往下 那么这个呢就是 零的总轨 应该完整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 在故林松轨的计算中使用自示 自示型参数 你注意看它这个已经把参数带到这个计算当中里面来了 然后下面一个是 不灵的一个标准差 OK 然后这个就是不灵的上轨道了 因为我们在它的这些计算要素当中呢 都已经使用了这个 都已经使用这个自示型参数 我们直接就是把我们的要素带入进来计算就可以了 不灵轨道上轨 不灵轨道上轨 不灵轨道中轨 它的计算公式吗 加 不灵标准差参与系数 那么系数在哪呢 系数就是我们这个 这就是不灵的不灵系数 我们刚才已经声明为它是2.0 这个你可以随便设 这里面所有设计到参数的东西都可以随便设计 那么即使是像这个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 我计算它30天和这个30天以内的这个标准差呢 你这个参数呢 直接可以使用这个 它的最下线就可以 或者说它的最上线 那么这个呢是不灵轨道的下轨 加不灵标准差 乘以系数 OK 好下面这个是区间 下面这个就是区间 将自适应 参数 将自适应 参数 Lock Black List Lock Black List Lock Black List 带入到区间的计算中去 或者周期内 Lock Black List Lock Black List 在这个回溯周期内的高点 Lock Back This 在这个回溯周期内的高点 OK Lock Back List Lock Back List 这样的话我们自信参数应用到区间当中去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到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 他最终的一个把这些线条 就是说你把它打印到图片上去之后 它的一个效果 然后第三个就是用于出厂的这个均线 也把它带入到 把它也带入这个自信参数 加自信参数 带入到均线的自信当中去 多头均线 然后下面这个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自信参数 我们将这个自信参数计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带到了固灵的计算当中 区间计算当中和线性的这个均线计算当中 参数嘛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继续往下设置它的一个交易条件 好 然后这个是桌头 开箱条件 然后最近想突破 这个时间高点时 上面 然后 空头开箱条件 当最新 突破 时间高点时 上面 然后空头型 这个时候 就是多头平常条件 这是多头平常条件 那最新价呢 以多头均线 30 然后这边是空头的平常条件 然后这边就是打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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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是这种像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就把它打印出来 如果你不想让它显示的话 你就直接在前面加个位置 保存起来就好了 或者说你直接就是 双杠的是保存 就是把它这一行变成注释 那如果加个许号呢 加个层号 这样的话 你就把这一段都 让它变成了数十 怎么会在你的代码中 就运行 commonstry呢 就是说让它直接在你的光标的 那个详细栏里面 显示它的具体的名字和素质 这个东西我们也经常用 就是说 你要检测一个变量它的一个素质的时候 你可以 但是你又不想让它 就是打印成一条图形或者线条 只是想让它展示一个数字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commonstry 然后光标只要移到那根K线之上 它的详细的那个数据报价 就会显示在那个方框当中去 就是信息栏当中去 使用这个tb自带这个函数 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 现在呢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条件 就是当 然后 最新价 tb大于 大于 大于 大于固灵 轨道的 上 上轨 然后这段代码是 所以我们看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这个是 bk bk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个复制 复制的运算 然后它是这个固二型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直接把它带入进来 计算就可以 它如果成立的话 就会继续往下执行 那么当 最新价 大于 那当初新价这个 与 区间的上沿 经差时 区间的上沿经差时 然后这个 开拓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这个 一幅控制语区当中的一个 直语句 就是足语句 然后就是条件先成立它 再成立它 其实这种说法 你也可以把它并行的 一起写到这里 也是并行 比如说你要把它直接去认 两个都要同时成立 其实跟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就是你这样的一个写法 就是直语句和足语句 套起来用 和这个直接写在一个语句里面 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继续看这里 它的就是 这里有一个就是 就是 即时进场 就是TB它的一个即时进场 盘踪进场的一个 呃 代码的一个写法 我们平常呢 如果说是要次日进场的话 就是 就得把我们的这些 所使用的一些最新价格 都要向它向前推一根线 比如说 我这边向前推一根线 然后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要向前推一根线 然后把这个代码去掉 使用 open 那就是次日开仓 这就变成了次日开仓 但是如果你想要它盘中 盘中之行的话 那你就不要加这个 首先你先把这个去掉 因为你要用的是最新价格 就是上一根榜线的价格 然后我们注意看这里面写一个代码 就是说 这个区间上延 这个是by part区间上延 然后它会比较一下 如果说最新价格呢 就是正好 哎 大约等于它 然后你就可以 就是它会以这个价格进场 如果是事实上是这样 如果说你是用这个交叉的话 去去这样写的话 是你还得在这个示范当中 那你去加上一个跳 或者加上两个跳 让它去操作 因为它没有等于 而是 而是这个 是大于的 那么严格上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这里面 还在填一个代码就是 1 然后写上大于等于 这样它就不会有投价的这种情况出现 因为如果它等于的时候怎么办呢 等于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进去啊 对吧 就在k线在这个回色当中呢 它就会有投价 所以说因为交叉本身就是大于 它不存在等于的关系 所以说当它如果等于的时候 这个价格它是没有的 所以它就产生了投价 所以我们这里进行修改一下 小于这个小于等于 然后这样 大于等于 这样的话我们应用到这个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呢为了这个试盘当中的这个 这个开盘的安全性呢 我们要对 我们要掉入一个函数就是 marketpossession就是持仓函数 tb的一个持仓函数 当它不等于这个 1的时候 就是说它是没有多头持仓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开仓 如果有多头已经有多头持仓 就不会再重复开仓了 不好意思这个地方还没有写完整 要把这些货号都去掉 我们检测一下 OK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们也把它加上一个 去仓控制函数 然后我们在这些货号都去掉 检测一下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 我们这儿不写等于0呢 因为还有可能就是一个反手的情况 如果等于0的话 是就是都是空仓的情况之下 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可能存在这么反手的问题 就是说它我有可能开多的时候 它已经持有这个空头嘛 所以说我们就是不等于1就行了 就是它没有多头就行 它有空头 我们直接就按tb这个 执行函数的话 它是直接会把空头平掉的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 如果是想要正反手的话 就这样写 就是说不要让它等于多头就可以了 空头不要去管它 空头有的话 就会给它平掉的 它会这个支持支行行 就会直接平掉 它会这个地方 已经加上这边Market Departation 等于1 然后我们写一下 这里加上一点点诸解 写错了 小1 实际上我们这边应该还再继续加一个等号 不好意思 没有看到这里 这里可以不用加 这里可以不用加 因为它并不直接在这个地方取价 所以这个不用加不加都可以 只有在这里直接取价这种情况下 才会有这种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等于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只是一种条件判断的话 它不会存在这种等于的情况 就是如果它也会存在等于的情况 但是它不在你的这个考察范围之内 然后我们继续 然后这边是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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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在等于大于等于 被写错过了 继续 这边是平仓 我就是要有一趟点 盯 observer OK,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是完成了开仓和平仓 然后我们这里面已经把它标注了有持床和很有持床的一个动态 好的,我们来把它放到特材上,我们看一眼吧 然后这个是日线,我们把它调整一下 参数是随便设置的,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主要,我们最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通道 这个你可以是把这个不灵的这个不灵通道把它放上去相互对比一下 把它摸在这里支持30 它在这个,在取值上面它会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小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如果说它如果永远都取30的值的话,它们两个线应该是重合的 但是它们两个线并没有就是出现这种重合 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你取的最低价和最高价之间呢 它们的区间是在发生一些变化 当然我设置参数比较小,我设置参数比较小一点 你可以自己设置稍微大一点,然后去差异性大一点,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支持区间 它这个区间呢,会跟着波动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学朋友改这种日线测试的一个结果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我教大家一个就是检测这个,你这个信号是否散溯的一个技巧 那么比如说这里,比如说这里,这是几几年,这是2017年是吧 我们直接到2018年,最新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2018年11月6号,对吧 然后用数据回报 是11月6号 那我们可以给它写的05 然后1117 然后我们先下载数据,看能不能下载,不好意思,这个最好没有办法 我网络有些问题 就是说我给大家适应这个数据回报的意思就是,你主要在这个地方输入就是这个信号所在的这个放线 然后你让它这个去下载下来,然后去执行,然后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复盘 如果你的信号有闪烁的话,也会在这个信号也会在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它会体现,它会体现出来 那我们给它加上等于号 我们加上等于号之后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还有就是如果说偷价和不偷价呢,就你随便改一个符号它的绩效差距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差距,也就是说你更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不直接用于取价的一个判断,所以说你大于等于都没有什么影响的 只有影响到它这个取价的判断的时候,你才有更加的这个细微 就是说它有可能会不会遗漏价格,遗漏判断的价格出现,这种bug的出现 你像如果说你是使用交叉的话,交叉的话它是,你要是使用交叉的话 再用这个价格,你肯定会有一个一点点的偷价在里面 所以最好还是,如果说你是使用这个即时进场策略的话 就不要使用交叉,你就直接使用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等于这种情况进去 然后你要害怕重复开仓,你就直接把持仓函数带进去,它就不会重复开仓了 好的,那么TB的策略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文华,文华WH8开始编写 好的,我们现在打开了文华WH8银制的这个版本 这个是专门用于程序化交易的一个版本 那么我们写的这个WH8呢,写这个程序化策略在这个WH8平台里面运行 像我们还有一些朋友用的是WH6或者WH4这些版本 它是没有这个WH8这个程序化这方面的这个完整的功能的 它是一个看板软件或者说是一个指标软件 那么现在我已经将这个第二代这个动态突破系统这个代码已经放在这里面来了 然后这里面我着重讲一下就是这个TB和这个WH8他们这个在编写策略的时候的一些差异点 首先呢就是你用文华8来这个写这个策略的话 你不需要去声明局部变量每一个变量的话 除非你用到全局变量 因为全局变量的话你需要特别声明一下 否则的话WH8里面它全部都是局部变量 每过来一个TG或者每过来一个半线 它都会重新复制重新计算 但是有时候你需要去保存一些计算结果 那么局部变量是不能实现的 所以说你这边需要声明一下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比如说我们要保存我们的自适应参数这么一个变化 我们就需要使用全局变量将它保存 这样它就能完整的保存下来 并且你可以看到这个自适应参数 它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局部变量 它就会出现这种重明明的一种情况 我们假如我们把群局变量这里给去掉 对我这个是写到if里面的 如果把这个if去掉的话 这样就会发现重明明的一种情况 不能重明明本身 所以你还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全局给它加上 就是成功的 还有就是我为什么这里面要加一个if 就是在上面运算当中 它有可能会等于0 如果说是说我们不能让它等于0 但是tb当中 而且是等于0的话 它加上0的话 也一样是w等于1 这个是没有什么w 这是它内部机制运算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更加的一个文化w18 就是说并不是那么灵活 可能你需要去更多的一些 去用一些细枝末节 去给它去声明清楚 当然wh8u它方便的地方 就是我不用去一个一个去声明变量去 一个一个去声明局部变量去 这也是你可以看到 wh8u比这个文化的代码要短很多的原因 那么我们还是刚才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先声明一个参数 进行一个声明参数 这个参数你可以放到右边去声明 因为有些朋友 他是直接复制代码进来 所以说直接复制代码进来的话 参数这边是空的 所以不太方便 我就直接把参数写到了这个代码里面了 你们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删掉 然后把名字和完整的东西 它输入在这个参数列表里面 或者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代码里修改参数 也是可以的 然后 然后的话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声明 我比如说我声明我的这个最大值 取值最大值参数和这个最小值参数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tb和这个文化这块的话 他们使用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使用这个标准 它使用它一个简称 它已经有个分装好的函数 但是tb需要输一个全称 这些细极末期的地方 你们需要去下载一个 如果说你要转译的话 你需要去下去网上下载一个 就是那个tb和这个文化 wh对应函数对应函数的列表 那个对你的编写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文化wh8这里 我继续做它的标准差很简单 然后做它第二根的标准差 最后算出它的波动率 然后把波动率带入到这个 核心参数的这个 自制性参数的一个计算当中去 然后复制保存 保存到全球变量当中 它的初始值是20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就是将这个 自制性参数呢 带入到均线的运算 这是中轨 中轨线的运算 然后继续到这个 布林标准差的一个运算 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 布林上轨和下轨的一个计算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高点 对这个区间高点的一个计算 区间低点的计算 然后多头平仓线的一个计算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空头平仓线计算 还有这里就是说 我们刚才在tb当中呢 就是考虑为什么我们刚才不能用这个close 因为我们当时是要是盘中及时交易 但是我们我们在这里面写这个 wh8的这个代码当中呢 它不用盘中及时交易 因为它的整个交易模式当中呢 可能需要在运行 组合运行当中去设置是k线中下单 还是走完k线下单 需要在模式当中去选择 而代码当中呢 也有就是说这个盘中 也有它也有这个wh8也有它专用的一个函数 就是让它盘口交易 但是我们这个是写的图表测类 所以用不到这种那个盘口交易 那个交易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按我这么写的话 它在回测和这个实际交易当中呢 它是都是次日开盘交易 如果你模式是默认的话 就是都是次日就是次根棒线进场 所以说也就次根棒线进场的话 我这边这些用这些数字都没有关系 它不会产生偷价的影响 它就比如说closer closer high 然后bipod 然后就是我这个交差进场 实差 这个这种去交易的话 都会在上一个线它进场实差 下一个线它确认了以后才会去 才会进场 所以说就没有刚才我们说到在tb当中 我们就把它改成大小鱼号这种问题了 因为这是它这个文化WH8的一个回测模式 和它的一个就是这个交易交易的这个执行模式 那么tb那么文化东西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圆码呢 我也是保存到了文案当中 然后客服到时候会发给你的 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问我 嗯 嗯 好了 那么的话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